早幾年的那件事 可以說是我人生最痛苦的時期 即是我做了三十多年人 我記得我多久沒有出門口 我沒有出門口真的沒有離開一個家 一個月還是兩個月 很害怕 又不是有用 但又不知道怎樣面對別人 那你就躲起來 當時你會上網看看自己還是否在頭條上 認真 如果有東西彈出來 有我的名字我都會看著 過了頭一兩星期後 因為我每天在家做瑜伽 看書 然後做meditation 想自己內心平靜一點 因為愛在很多東西會影響到你 然後我最快出門口去做的 應該是去行山 我當時沒有見朋友 當然他們不會傷害我 但你又不知道說什麼 這是我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可能朋友不會怎樣對你 但你自己會有障礙 覺得還是不要見人住 你明知道他們想關心你 但你故意避開不說 但你不說我又覺得很不知怎樣 他們又怕說可能會影響我 所以就很奇怪 就躲起來 我當時是不敢見家人的 起碼是一個月的 我爸爸就不停問我 我記得有空出去吃飯 我就說遲些 我當時是不知怎樣面對 可能是不知他們會說什麼 所以就害怕 準備自己 你覺得自己OK才去見人 你出到街嚇到別人 所以就躲起來多了 那時跟男朋友的相處是最多的 一起去行山做運動是開心的 那時我不懂得剪片 我走完身自己拍完 回家又學一下剪片 又是一個新的技能 不斷給自己一些事去寄託 或者做一下 不能夠廢了就坐在家裡 雖然不開工 沒有公開了 但也不能浪費時間 在家裡做廢人 我只可以說 我們高低的時候是很短 很短 例如可能攤開所有東西說 最坦誠的一次說了所有履積過的任何東西 然後就答應大家以後都不再看 那就真的沒有再看 那就繼續 經歷過那件事之後 的確是令我成長了很多 其實換個角度去想 我有時都會跟自己說 其實我還有什麼要害怕呢 我經歷了一件這樣的事 而那件事不是一天就完結 後代是很多很多東西 我覺得人生經歷 對演員來說都是演戲有幫助 可能我現在去演某些角色 我都會想起 其實那件事之後 我再去演這些角色 是會好過我以前有機會去演這些角色 我不是說要 proud of 這件事 但只不過我會覺得 這個人生經歷是上了寶貴一貨